顏明熙半夜起床踏落地屁屁受損, 曬碎眼聲鬆掃眼照,不認視法時自拍。 顏明熙昨晚在IG出帖,透露半夜起床踏落地, 還說這個故事教訓大家,起床後不可以立即下床。 最搞鬼是她分享了三張照片中, 有一張是她碎眼聲鬆兼頭髮亂了的掃眼照, 難免被懷疑是視法時自拍照。 不過她在留言區補充說, 那張照片不是她跌倒時拍的,強調自己不會這樣做。 網民紛紛留言說被她笑死, 也有關心她痛不痛,和問她有沒有受傷。 她也有回答說,除了臀部有些受損,其他都OK。 張志恒想重組BOYS開Show,關志斌說要看網民意願。 Kenny關志斌昨晚出席酒店活動, 就舊拍檔張志恒近日在網上頻道回答網民提問時, 直言想和Kenny重組BOYS開Show, 但也知道99%不可能發生。 Kenny受訪時就說要看觀眾想不想。 她反過來說不知道觀眾喜不喜歡看她, 因為她近年在香港不活躍, 而且很久沒有出新歌。 問到再開演唱會的話會不會打關斗。 她笑著說自己已經四節後, 叫大家不要對Uncle那麼殘忍。 總之替觀眾的意願, 觀眾財笑王。 請出席。